来关心今天各大报的头条新闻 首先来看到是中国时报 这是美国联准会全球六大央行 在昨天所宣布 新的联合救市措施 以条件现有的临时性美元互换利率两码的方式 为全球的金融市场 挹注了流动性的支撑 再加上了中国人民银行 三年来首次的下调存款准备率利率两码 欧元区财长同意要扩大纾困基金 淫淡火力 再加上了美国11月新增就业人数 创一年来的最大涨幅 在众多的喜讯推波助澜之下 欧美股市在11月30号 狂欢庆祝道琼工业指数 收盘的时候更是大涨了490点作收